董明珠的八字命运是否已经日目细善呢 即将到来的离火九孕 能否为这个女强人的事业天一八火 首先从面向学生来看 董明珠属于女生男相 鹤立鸡群 其次从命理学生来看 董明珠是个六七元钱 甚至有点客夫的命 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一切男性 都会是阻碍她事业的障碍 在中国的商业节 女企业家们的成功往往更引人操纹 而一提到女强人董明珠的名字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感情 在被封建社会男权思想 影响几千年的中国人眼中 董明珠曾被评为年度 结出女性商人第一名 与此同时商场如战场 董小姐的铁娘子称号可不是白叫 有道士凡是有董明珠走过的地方 绝对寸草不省 她三十岁扫夫 孤儿寡母面临生活的重担 不得不激励她承担起赚钱养家的众人 从销售冠军到格力的掌门人 再到被轻哥哥踢出族谱 只能说一切有得必有事 她1954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在很多人去一小时的时候 董明珠家里兄弟姐妹欺人 都还有学长 作为一个亲爱好学 独立自强的女孩 她从安徽省吴县干部教育学院 统计学专业毕业后 就进入了一家化工研究所 做普通工人 拥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 她便像大多数女生那样 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据悉 董明珠的老公 是南京市一家国企的普通工程师 两人的性格属于是互补的那种 这也为她今后的成长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命运却没打算善待这个女人 丈夫突然去诊绝症 让她们的丧口之家面临动荡 董明珠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可即便她整天奔波 四处举债为丈夫治疗 但终究敌不过生死大限 成为寡妇之后的董明珠 只觉得天都要她 可她不得不做一个坚强的母亲 不得不为了孩子的未来 改变现状 因此她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和勇往之前的精神 在董明珠成名之后 有不少面相大师 说她颈骨高 克服 但舆论都是外界强加给她的 这个与格力空调化等号的女人 女生男相 注定不过一番大作为 而事实 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女生男相 是大富大贵的象征吗 离火久运 能否助力董明珠再次腾飞呢 纵观男女生的面部长相走势 你会发现 往往额高 眉粗 犬高 鼻大的女人 给人的第一种印象 往往有一种男相的感觉 相书上说 凡女子拥有比较明显面部的骨骼轮廓 不仅在长相上 多了一份英气的气质加成 而且预示着 会在事业上有一番成绩 比如董明珠 1990年 董明珠辞去了稳定的研究工作 来到了珠海 并加入到了格力的销售行 期间她基本没有修个年假 而后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 逐渐脱颖而出 强悍与强硬 一直贯穿于董明珠的格力生涯 尤其是在董明珠担任了格力公司的销售经理后 这位铁娘子的野心和狠心就暴露出来了 在这个岗位上 她一个人的销售业绩 就占整个公司的八分之一 算是坐实了自己销售女王的称号 紧接着她又带领团队 让格力保持16年销售额持续增长 此举不仅把格力集团 推向了空调霸主的地位 而且她光是个人提成 就拿到了一百多万 1994年底 格力电器迎来了最困难的时候 内部动荡来临骨干流失 人心晃晃 朝10亿的订货单 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董明珠也受到了其他公司的邀请函 但她依然留在风雨飘摇的格力 并且坚定地表示 自己有信心改变现状 于是董明珠又被全票推选为公司经营部部长 而她也的确是格力电器 成了中国乃至全球空调市场的领导者 当初有一部分 心思活络之人便找上了她 希望可以让董明珠给自己开个后门 其中包括她的同学 好友也包括她的亲哥哥 对此不少人表示 自家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可此举却直接遭到了董明珠的拒绝 董明珠说 她要做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绝不会给任何亲戚朋友走后门 因此董明珠和她哥哥的关系 一度闹得很僵 可偏偏使她这样的铁腕手段 将格力推向了世界的顶峰 虽然董明珠被开除出了族谱 但她却获得了中国企业女性风韵人物称号 格力集团一跃成为了世界五百强棋 董明珠包养王子如是事实还是炒作呢 格力市值跌了五十个亿 是否与此有关 相书区上说 女生男相之人 一旦沉溺感情中 就容易停滞不起 其实冥冥之中 一切皆有欲找 从对底层的销售人员 一路坐上了董事长的宝座 董明珠一见女流之辈 靠魄力走到了权力的巅峰 但在私人感情生活方面 也备受关注和非议 甚至最近一段时间频频登上恶搜 一个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铁娘子董明珠 一个当年被老罗点名 被保养就别谈独立人格 现在却跟自己老板传出 桃色绯闻的王子如 要说现实远比小说还要魔幻 还要当属网友们的激情开门 有人说 从手机评测圈顶流 转变成千叶市值公司的管理人员 原来只需要拜倒在总裁 董明珠的石榴群下 王子如真的令一众打工人自愧不如 也有人说 别说六十八岁的董明珠了 任何一个女人都抵不过 小鲜肉的天狗式的表白 当伸缩自如的王子如 小鸟一人壮 倾诉对老板的沉浮之心 和仰慕之情绪 他就活该坐上高管的位置 虽然董明珠对两人的关系屁过咬 但是从采访视频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董明珠对王子如 非一般的上识 不信你看 当王子如滔滔不绝 清土着他对董老板的 倾目之情绪 董明珠对他的赞许之意 可谓是异于言表 甚至还有些 像偶像剧桥店中 霸道总裁看心上人的 惺惺眼的记事感 此举更是在社交媒体上 赚足了流量和眼球 王子如当着他的老板 董明珠的面是这样说的 他不在乎外界说他是小鲜肉 因为和一个顶级企业家 一起工作是他的荣幸 网友们说 他到阁里是为了蹭流量镀金 他也不在乎 因为他看董明珠开会 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紧接着当记者问到 他与董明珠的绯闻时 他立刻当着随伦的面表中心 自己的老板是一个 金怀坦白 坦坦荡荡的企业家 而自己是一个 兢兢业业的打工人 别让爱说什么说声 反正没有任何一家企业 是被口水淹死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反正两人的行李表示针 而隔离股价的跌跌不休 也是做不了假的